- 各位好 我們現在開始 大家請來 起立 - 可以我我握音oby 這個人 各位好玩,各位同心,各位同志,大家早上 今天很高興,來大家分享一些我們在國際法例新台灣論的心情 做大家做經驗的研究和交流 剛才在工科之前,我們先介紹一下,這是我們的大家長 就是今年,今年12月25、23、25會去日本 當年我們會去跟我們的鳳梨和鳳雄,那鳳梨生意 我們就跟他祝福,我們介紹一下 基本上外面都會跟他們說,他們稱呼叫什麼? 日本天皇 但是這是我們自己家的家長,我們自己的士大人 我們要怎麼稱呼?金雄殿下,金雄殿下 所以我們本身要知道我們的身份,我們是大日本帝國的身份 身份 所以我們在稱呼我們的家長的時候,我們要跟他們說 這是金雄殿下 不會啦,我們不要說這是日本天皇 我們跟他們介紹的時候,這不是你們的士大人 那像有人稱呼我們的士大人說 這個牡蜜人叫做王大明、李大同 我們也不能直接說爸爸名 我們就說這是我們爸爸 這是金雄殿下 我們網路上,譬如我們有抱這個 我們代表本帝國台的鳳梨 所有的新聞,我們就一直對我稱呼金雄殿下 譬如我們今年叫做平成25年 我們就一樣,我們就做改變,我們叫做金雄25年 我們不要像一般人說我們平成25年 這是對我們的大家長一個尊重 剛才我這樣走的是一個國際理由 我相信大家在網路上都看到 包括現在的美國總統歐巴馬 歐巴馬先生他看到我們的天皇的時候 照國際理由,例如我剛才的 極章九十度 這是很正常的國際理由 大家一定要去那些年輕 大家都是行政官,年輕 我們有機會看到說 我們的陛下來臺灣的時候 可能有機會很大 我們有看到,他跟我們要唱 要唱之前,我們要記得要去唱極章 歐巴馬先生他是什麼 極章加阿秋 他是這樣 這個照片我相信網路上大家都有看到 這個我們一定要記得先看 這個代表什麼 我們對他感恩 他的祖先要一直在團成到現在 總統有120多代 由神武 神武比賽到現在 總統一百二十幾代 不簡單 這個 我們的國歌 軍事代 他裡面好像在跟我們說 就是這樣團成團成 一定不斷的團成 這就是我們的國家 那個精神就是像他在頭 這樣 運轉不止 一定有打拚的精神 來 我們董哥今天 他的主題 今天說的是台灣法例 法例台灣 我主要介紹一下 我叫我們請字 我們誠字 他在誠字 他在誠字 我們先問一下 聽有台灣人的請牙手 大家都要牙手 來 那個 聽有北京藝的請牙手 都牙手 沒關係 這樣都OK 好 那個就實際 這樣 我們知道這幾天我們聽很多工師 講到 我們台灣的 國際地位 台灣法例 法例台灣 議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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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議長 是代表 台日本 國的台風地 不是日本政府 大家一定要記得 我們的國家是二元字的國家 有風地 風地的腳 就是 政府 所以政府 他裡面的內街 會做條件 但是條件 之下 所有權 為什麼沒有條件 英文就是 台日本大國 台風地 都沒有改變 跟一般我們所了解的世界 這些民主國家來說 最大的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台日本大國 非常穩定 因為 經濟的人 內街 會做條件 連那個起來 做內街 連那個起來 做內街 但是 所有權 英文就是 日本 我們台日本大國 政府的陛下 這是台灣人 唯一的 逃生工具 是怎麼說 我們現在在台灣 我相信 我們在 今天出 我們中央會館之後 我們面對的 很多 都沒有了解 台灣 發力 發力台灣的 我們的 本土台灣人 同胞 他們就拿錢 像這樣 砰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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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了解 沒有了解 總共是 我們要怎麼面對 後續 我來做 大家 做意義的介紹 請問一下 請問 你是 這片土地面上的公民請他手 你認為 你是這片 土地上的公民 請舉一下手 這樣看 應該很多人都聽過我的課 網路上的影片 這個是那個 洪仲秋案件 網路上 組成的一個 那個 算是團體 公民1985行動聯盟 這就可以知道 剛剛 我為什麼 那個圖 為什麼 會有這個 因為大家蓋住了嘛 蓋住的時候就不知道了 認為自己是公民 而且甚至還出現說 欸 台灣就是台灣人的台灣 這種錯覺 甚至還有很多都要獨立 這都走錯房間了 我們相信我們在 進去 家裡的時候 如果沒有開燈 就跟 眼睛蒙起來是一樣的 很容易走錯 甚至 撞到牆 走錯房間了 愛 有沒有必要跟他神奇 沒有必要 笑一笑就好了 為什麼不是公民 他給我們的證件嘛 上面有寫 中華民國 國民身份證 對啊 國民啊 他怎麼叫我們去 投他的票 我們剛剛聽秘書長在這邊 做 那個導引 我們相信大家都有個清楚的概念 為什麼不要參加他們的選舉 第一個 他體制不是我們的 他們是從外面來的 流浪的中國難民 組成的一個政治團體 那從外面來的 那我們本身是因為 我們大日本帝國大皇帝 在1945年8月15號 他宣布了 就召和陛下 他宣布 向盟軍投降 我們只是因為 我們的大家長 他選擇投降 因為丟了兩顆炸彈嘛 再繼續下去 可能整個國家 就不見了 我們就這樣被人家管 管的情況之下 這個是委託 占領 所以基本上來講 他們發這個證件 只是為了要做識別 大家從上面 國際上從這張證件上面 完全是看不到台灣人的 這張證件 它的法律 上的 效力 這法律不是人家變魔術 還是司法那個法律 是法律的效力 它是跟居留證一樣 換句話說 這個居留證 就是像菲律賓 外國來了 來做勞力工作的 它會領到的一個居留證 還是從外國來這邊 因為婚姻的關係 暫時來 沒有辦法領這個證件的時候 它會發的 其實這兩張證件 完全 一模一樣 只是換個名字而已 這樣我們就知道我們 本土台灣人 在中華民國心中的地位是什麼樣 就很清楚了 為什麼他們有18% 有特殊的權力 就是 基本上 這個是最大的起頭 既然是國民 為什麼要當兵 參加投票 普世價值 跟國際基本常識 公民 才得以參與 普兵役 投票 大家都有做過兵 投過票 只有我們以前 自小孩 是有他們的教養 官司的錯誤 官僚 變成我們走不到 房間走不到路 要利用各種方式 讓我們走不到路 用法律手段 我們如果沒有聽話 就是要跟他說 那就是他們的管理法 你不禁會問 中華民國為何不發行公民身份證 我剛才這樣說 已經很多人想說 奇怪 他們怎麼會管理在那裡 怎麼會發行公民身份證 因為台灣澎湖 不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如果中華民國要發行 公民身份證 必須回到中國領土 中國的領土是這樣 在這裡 雞子 會比較沒人喔 像這顆的 旁邊這個是嗎 不是喔 它裡面還包含兩個小兜 我印出來 金門跟媽祖 那個印的 那都是中國的領土 根據國際戰爭法規定 簽名不宜傳出款 流亡政府不得 收地合法 非常重要 關聯 這兩點 我希望 我們初期辦 所有的動心和學院 可以 要記住 這兩個很重要 我們日本路上也好 包括 在外面 沒有了解 台灣法例 的所有 本土台人人 多數台人人 我們要一起 我們很平衡 告訴他們 不得宜傳出款 流亡政府 不得集體合法 經濟什麼 國際戰爭法 國際戰爭法 我們是經濟 法律來走 雖然 不是說 我們說歷史 說地理 那都是做參考 現在國際來說 是以法律來做 一個 協調的一個 機制 一九四九年 十幾歲之後 中華民國的定義 他們是叫做 中國武裝難民 帶他們 西家代卷 來台灣 當今最大的 國際恐怖組織 為什麼要叫恐怖組織 很簡單 美國 他對 恐怖組織的定義 第一 不是國家 第二 有武器 第三 所以這三條 我相信大家做 一條一條 檢查完 完全符合 恐怖組織的定義 就是說 美國 他對中華民國 立方政府 在台灣來講 在台北 他的定義就是 恐怖組織 跟兵拉燈 蓋打組織是一樣的 這樣說起來我們很厲害 叫恐怖組織 是關鍵條的 結果我們大家 加個檔案進來 最高 不簡單 對啊 要給大家 打破一下 鼓勵自己 大家 很好 他說 他說 九年 四月七七 美國聯邦最高 歡迎巡迴 法官 不讓 打拐 這個 案件 我們知道這個 控罵案 案件 有案號 有案號 案號就是這個案件 它的編號 Number 08-5078 原告的英文名字 Roger C.S.Lin E.T.A.L 這意思是什麼 這個先生 這個先生 我相信 後面 包括大家可能心裡有數 這個是誰 等一下再來看 他受理時間是什麼時候 2008年 9月 然後那個判決時間 4月7號 2009年 有五個 判決 這個大家同心 大家同心 一定要記得 一定要記在頭部 裡面 五座的打拐 第一 本土丹人無國籍 第二 本土丹人無國籍 成員的政府 第三 本土丹人人 住於 政治聯絡中 第四 臺灣人 在美軍軍事占領中 第五 美國行政單位 可以主動協助 原告 的訴求 這 五點 大家一定要記得 這個 本土丹人的營意 我們看到 跟我們丹人人有關係 營意 我們一定要去注意到這一意 The people of Taiwan 為什麼用off 從頭上 發起來 土生土長 用off 用on 就是東西放在面上 那些都叫on 什麼東西放在那些刀子 都可以用on 所以 萊緣 很清楚 這 從頭上發出來 發出來 就用off 小技 我們剛才有看到政敵聯絡 這四技 什麼叫政敵聯絡 如果你想繼續被中國 中華民國聯合政府壓榨 押迫 詐騙 其因就是你還在領他們的選票 幫忙岩壽 為什麼叫岩壽 我剛才開始有說 一丟四丟年 十月 十月的成績 那是中國 中國建復 中國的毛澤東 他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向全世界宣告的日子 宣告的同時 他是經過全世界公開 的儀式下 不管有沒有人承認 他的的確確 就是代表一個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幫他們嚴肅 他們已經死掉了 流亡來台北 Chinese Taipei 我們國際中央 包括參加和黨 他們都叫Chinese Taipei 他們就是劉王政府 你領著 你支持他們 我們投票 他跟習近平 他就可以向美國 做交代 甚至對全世界說 你們 台灣人都支持軍 為什麼 你們領他的政經 中華民國 國民新聞前 還帶一支 人 大家記得去投票 為什麼叫我們帶他 他就是要製造政府 你懷疑感恩 領他的政經 去參加他的選舉 在報道的時候 他如果自己又感恩 拿出來給他回答 他還幫你回答 回答了很多 但是美國就說 為什麼他 他 還有支持人 很簡單 他送他的所有選舉名冊 出來 你看看 每一個本土地人 說第一在民眾 政經也有 嚴肅過 不是叫人 代選 就是說 這樣 繼續下去 六十八年這樣下去 大家去領選票 選下去 對 因為說 我們大家本土地人 甘願 給 統治 所以我們每天 有這麼多外面的抱怨 那都沒辦法跟人抱怨 沒辦法萬壇 自己歡喜甘願 要參加人的選舉 那沒辦法 所以說 你如果協會現在的生活 請脫離 Chinese Taipei 最少總共我們可以跟外面的人說 我們 上台灣民政府官方網站 網址 我們在網路上 那些人都在說 請他自己去看就好 衛虹中最後的事件 看ROC兵役法 兵役法裡面有什麼 第一章的總結裡面的第一條 中華民國南主義法 他的義務 扶兵役的義務 他現在男子 他有說他是公民嘛 公民才可以做兵嘛 那些男子 公民的字眼何在 男子 中華民國男子 所以都 玩文字遊戲 一個政象的國家 我們 為水師 瑞士 為他裡面的兵役法內容 他聲音很清楚 大家可以去查 他citizen 瑞士公民在年滿20到60歲 所應服的兵役義務 可分為三個階段 這幾個都下來 很簡單 你看看他自己的 秦修好做的 這1983年 瑞士 軍事制度 自己出來 自己出來 結果他都不修法 都用中華民國男子 在騙人嘛 好 來 講到今天的這個 重點 天皇主權 台灣主權何時建構 1895年的馬關條約 日本天皇擁有台灣 前幾天 我們最大的庫庭 我相信大家有一個 粗暴的了解 他開的七年 正好 為什麼開的七年正好 這部分 這個東半部 像另外的部分 這個東半部 不是京王家庭 也不是燈的海底 因為它是哥山族的 部落區域 台青帝國 軍力太俗了 他沒辦法做conquest 就是做政府的動作 他沒辦法 我們就知道 台青帝國的武力 軍事力 就說有強嗎 沒有強 我們才會叫 八國聯軍鴉片戰人 頭一張就叫 戰敗了 沒辦法 他來台灣 他就跟這個 這個任務委 北平 跟南部 這整個 全部都是六個屯肯區 換句話說 屯肯區 是說 說得很合理 要叫屯肯區 其實屬於他的 法例地位 叫什麼 殖民地 他沒有擁有完整的主權 因為這個土地 台灣福二摩沙島 這個土地叫福二摩沙島 他跟這個部分 西半部 東半部沒有完全 納入管轄的領土 所以叫什麼 殖民地 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 完成台灣主權的建構 政府之後開始 開始什麼 1937年 鳳明華運動 說日本話 賀日本名 為什麼 他要建構這個 台灣主權 台日本帝國 他要把這個台灣 納入領土基政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基政 他一定要做什麼 告用 所以我們看到那個 鴉平 走向共和 裡面有一段 他很清晰 當這個 日清戰爭 1895年的日清戰爭 結束了 他有得到一筆 很大筆的賠款 東桌的伊藤博文 他就清晰 民智陛下 他問 這筆錢 會來做發展 經濟這樣好不好 日本 我們的 台 日本帝國 民智陛下 他就說 沒有 這筆錢要做什麼 做教育 所以教育非常重要的 部分是什麼 開發民智 因為大家 那個地位 一定要做 雷清 你清晰之後 你有一個 很清晰的觀念 你才有辦法說 把自己國家 引動 我們知道 每一個 坐一坐 大家都可以知道 我的國家是什麼 我們國家的主權在哪裡 我是對一個國家的人 可以很清楚 要靠教育 所以 為什麼要做黃民化 意義非常重大 這個非常重大 1945年4月1號 天皇肇書 實施大日本帝國憲法與前來 教書 教書 非常清楚 再來 說到這個錢的部分 我們為 這錢民政 這錢不可以黑白鑑 也不可以黑白鑑 這是 向全世界 全部 因為每一個人都一定會拿到 鈔票 這個1945年4月1號 集中 它是使用什麼 台灣銀行 銀行券 銀行券就是鈔票 1945年4月1號使用的紙幣 它是不清楚 沒關係 我們待會兒看 1945年4月1號使用的紙幣 它是用什麼 日本政府 這兩邊不一樣就是 它使用的銀行 印出來的銀票都不一樣 這是 台灣銀行 這是什麼 日本政府的 鈔票 不一樣 為什麼 為對決的做分割 教書 全部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 台灣族 1945年4月1號開始 已經是 日本天皇的 領土 因此 佔領不得已專注款 同樣 台灣民政府官方網站 我們現在 車 坐坐在外面 沒有了解 一定要跟 台灣民政府官方網站 輸入搜尋 台灣民政府 這5月 不夠 因為很多錯誤資訊 會把他們導引去 不到的地方 減不到房間 去了 上面 有看什麼沒有看一樣 所以一定要跟他們說 鳳堂 在屯肯區 宜蘭 基隆 新町 苗栗 南島 跟這個屏東 這裡來了 這裡有兩個巫徑 牡丹色事件 跟 那個 羅法號 這兩個 都要一個頭 一個尾 這邊是 跟美國 這是跟日本 這以前 很早之前 就發生這樣的事情 就因為 高山族 沒有了解 這個地方 要課征服 才我讀進去 高山族 我們知道 在 太平洋戰爭 就是人家說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 高沙義勇軍 我們早上有聽了 那條歌 就是很用的 一支反倒 就要打天 所以 高山族的 武力有強 很強 台 日本帝國 奉軍 開親 政府 你看 有害怕嗎 很害怕 很害怕 我們 招合陛下的 新鮮造書 我告訴大家 看 看很清楚 招合二十年 四月初一 內閣總理大臣 小雞國昭 裡面有一個重要的英文 外務大臣 外務大臣 外務大臣的 外交部的 部長 他就叫做外務大臣 因為我們的國家不一樣 二元字 所以叫做外務大臣 崇光魁 崇光魁 這個名字 大家記得 他就是 後來 太平洋戰爭 我們的 台皇帝 全部導航 的時候 他就是代表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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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後 歸 autot 五年 教育 小, 代表 老大 美 就是 在台北 我們 叫 他叫Chinese Taipei 對吧 我們把全民說出來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中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他叫Chinese Taipei 不是中華台北 也不是中國台北 他轉名 譬如網路上人說中華台北 中國台北 我們就再上誓他講 他叫做中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愚弄詐騙本土台灣人的假節日 這是基本常識 我們剛剛看到小丑在 在 在 耍我們 他給我們土土改改 他到處改我們 實際上把我們改 明明的矯頓是 我們台北國 建立的 建設包括綜衡 綜衡 那台北國 在把我們建設得非常 好的狀況 他就去改 加一個牌坊 九屯明明就是 昭和幾年 他要改掉 改民國 實際上都看得到 像碧灘橋 有機會去新店 我們來看看 九屯實際上 全台灣都把我們改了之後 我們都看得到 那都把我們騙的 大日本國的徵兵施行準備文 這是北爪黑漆的 台灣本島 韓 高砂族 這是指令安閨的 內閣總理大臣 殿 這都很清楚 柴可 就是 請我們的 陛下做柴可 交和十八年 高尾 以三 內閣總理大臣 東條英姬 這個名字大家都很認識 這是1941年那時候 台灣國際的地位北施 正常化 中華民國沒有管理出賣台灣 可是 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為什麼有兩個徵兵的單位 太平洋政区跟中國政区 這都沒什麼清楚 沒關係我後面都有做訪斷 這個文宣 我是 收著文宣 我騎著用 非常教育的翻牌 這是 我們感謝 新得主委的 組長 提供的文宣 非常精采 為何 台灣國後 中華民國的錢 不可以在台灣 使用 因為台里占領 占領不得 宜尊主權 同樣 我們要嚴重 中國旅王政府在台北 他的真面目 一集 民宣就看得出來 這是 中華民國 二十六年 一九三七年 他收用的錢 民宣知道什麼 中國銀行 那 餐廳呢 台湾銀行 這是常常 一九四六年 他一定在台灣 很簡單 他怎麼賣這張 拿來這裡用 這不要贏 結果他用這個 我們剛剛有看到嗎 叫發力來 他這個金票 不能賀白銀 也不能騙人 所以 他的真面目 一集民訂 鈔票民訂 顯露無疑 就是人家說 建光石 看就知道 假包的 騙人 現在 這是 1945年 10月25號 那天 在公費等 的牌坊 這不清楚 沒關係 在那邊 待會兒做說明 主持部 近年 六月 直到星期天 我相信很多人有看到 他有 拍一篇 美國中情局1949年文件指出 台灣不是中華民國 Report of China的一部分 是 大日本國的領土 這篇 大家才去做搜尋來 上誓 看看 這一次 是1945年 10月25 大日本國 台灣 公費等 外面的狀況 很多人 都在這裡 這 這 這不是演戲喔 這不是那個人 布袋戲 不是 這是他們的 照相機 這不是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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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外面嘛 我們看裡面 公元1945年10月25號 公費堂裡面 有這四面旗 這是英國的國旗 這是美國的國旗 新挑旗 新挑旗 這是什麼 蘇聯的 蘇聯的國旗 這面旗很奇怪 這是海軍的軍旗 這是 這是太平洋戰局的壽想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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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 流亡 簽名軍 全部 這些就是 本土丹人 從公費 從外面 鬼拍坊 看見謊言跟事實 為什麼鬼拍坊 因為我們看很像啊 兩個眼睛 一個嘴巴 把人吃掉 對啊 所有本土丹人 是不是進去參加 壽想典禮 而且這個鬼拍坊還騙我們 主要佔領全國是 美國新挑旗 這有一條一條 這也有一條一條 還有針 新挑旗 這很清楚 我們看這旗 旗 美國國旗在旁邊 隨時做對照 這是美國國旗 美國國旗 六十八年的相片 美國國旗出現的意義 美國軍事占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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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解爭領 不是中華民國 他跟 他跟 經紀麥克爾斯 他命令 他是跟 占領 神 是委託 跟蔣介石元帥 他都說中華民國 不對 蔣介石元帥 經紀國際戰政法的定義 他叫 十五年十月二五 是 交戰國軍事占領日 是接受投降 不是台灣光復 我叫他這樣擺勒 他叫台灣光復嘛 我們把它做更正 接受投降把它打開去 不用客氣 因為我們這是真的 他的價 那在明天有什麼 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典禮 會場 那是怎樣嘛 我們把它做競爭 政客的是194年12月撤白到195年9月撤去 受降輸那時候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中國軍從來沒有到過台灣 他很驚訝 怎麼可能打成這樣 因為那時候是打輸走贏 蔣介石他的軍隊那時候是一路 一直逃 比四川的重慶 他根本沒辦法來啊 他們是什麼 戰敗的戰勝國 大日本帝國 台灣是太平洋戰區 蔣介石集團刻意在這裡動手腳 為什麼 他已經是政治練習的起端 他一開始就開中民意 就是光明正大就是要騙你 可是為什麼前面不知道 第一個 他佔領軍大家很怕 第二 他就是開始讓全世界知道說你看 本土台灣人現在開始接受我們的統治 欺騙他 主要戰敗全國美國的國旗 很 一清二楚 不是中國國旗 是光復 是被軍事佔領 他的國旗是五條 五色旗 這個陸軍軍旗跟在打水車一樣 南部的 以前做慘的打水車 要騙禮嘛 海軍軍旗 1915年左右的中國教科書 他自己都這樣教了 他為什麼這樣 騙我們 他瞧不起我們 所以都騙我們 一麥克拉社一號命令 代理軍事佔領 中國軍政府之中華民國海軍軍旗 這是 那個黨旗嘛 1945年10月25號公會堂壽享典禮 他上次改造國旗 1955年 中華民國立法院才確定國旗 差幾年 1945、1954 就是 騙那麼久了 怕人抓包 趕快 各國都國旗為人蔣介石 海軍軍旗 這是中國政区的受享典禮現場 完全不一樣 剛才我們看的那一幕 那是 在我們台灣的公會堂 裡面的那個兼頭 這是中國政区 完全不一樣 這是何應親 這是我們這邊的 台日本帝國的高層 1951年5月 這中文 在法律上 不要誤會說 在法律上 台灣人屬於大日本帝國制一部分 1950年9月8號 美國跟48國參 參加簽訂 舊金商和平條約 由美國主導的和平憲法 新日本政府 放棄新日本政府 對大日本帝國政府的台灣主權權利 現在他叫做日本港 他也不能代表 台日本港 在受限制情 日本政府 日本政府 非常重要 大家一定要 來做研究 最好要買回去 要討好 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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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參自第01297號訓令 擅自把本土台灣人的日本國籍 一律集體規劃成中華民國國籍 違反國際法、海牙、國際法、海牙公約 以及日內法公約 軍事占領不改變占領地主權 不改變人民國籍的法規 公然違法 如果台灣是中華民國為何兩個受搶單位 訪大 1945年12月25號 大日本帝國的台灣府總督安藤立吉 這位先生 將投降書交給中國壽翔軍代表陳怡 很大口 太平洋戰區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 這是公會堂的部分 剛才我們看要拆卸的商品 1945年9月9號 蔣介石元帥派出何應卿 以及代表中國南京政府接受 大德兵立國皇軍總參謀長 就剛剛看那個 右手邊 他的名字叫做小林遣三郎 受搶書 這是在哪裡 中國戰區 他們自己的國家裡面 他想不到淪陷了 美國邁克拉社以第一號命令由蔣介石代表盟軍受搶 不是中華民國 蔣介石 因為當初 中國有三個政府 正式的是南京政府 是汪趙明 汪精衛 那個才是正式的政府 我在南京事件裡面有稍微做一下介紹 如果有空大家可以上youtube去看一下 南京事件我有講到這方面的訊息 你們如果說阿嬤是日本人 你們阿爸阿母也是日本人 為何你變成中華民國的人 我們申請那個台灣政府 新聞政 我們會有一個條件 一定要去庫政事務所 去申請日治時代的戶籍等本 我們一般會想說 我應該是中華民國的人 應該是中華民國 他們的人 把我們做戶籍嘛 既然我們是他們的人 應該全部都是 結果 去申請出來你會怕到 我們是台日本帝國 做的戶籍資料 全部的車毛筆 抖六廳 這都很清楚的嘛 這是日治時代 台灣人的日本護照 一清二楚 台日本帝國台灣人的國籍 如何比改變 就是這張啦 行政訓令 讓本土台灣人從此 關入政治電語 節餐字 第01297號 訓令 這張 沒什麼好找啦 不然 上天保備 讓我去找到 這裡有什麼 台灣省 行政長官公署 這裡有什麼 結餐字 第01297 查台灣人民 援繫我國國民 以受敵人侵略 他這張訓令上面 已經公開白紙黑字 就是欺騙全世界 欺騙所有人嘛 導致喪失國籍 之國土從光 將國籍什麼 民國34年10月25號起 恢復國籍 那剛受享 1945年10月25號 受享的 馬上恢復國籍 這有合法嗎 這一張不清楚 沒關係 最主要是前面那一張 這張是那個後來的 中國留防戰營軍 持續迫害本土台灣人的罪狀 戒嚴令 戒嚴令 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 戒嚴令 用一張啦 一張下來 就開始 欺負台灣人 從一張開始 同領 領下去 就接受人 幫你 算盪給你 給你 大轉變 四萬換一塊 公元1946年6月15號 台灣經濟大轉變 他們說這天是什麼 警察節喔 不是啦 兩天的改革 這叫什麼 把我們 為 好好的生活 融入 就是好好的生活 拉到 貧困的生活 開始就是從這裡 四萬塊換一塊錢 你有四萬塊 可能買很多東西 隔天早上起來 換一塊錢 什麼東西都買不成 通貨膨脹 很清楚喔 中華 中央日報 他自己 砍破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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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示了 這是在哪裡 你看 北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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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港 北港 國 白港 剩下的純款部 遭到中國佔領軍政治戀獄破壞的人數 多少那麼多人 數尖防跌這都他們的名目 他最主要是要把 了解台灣 台灣國際法律了解的基本的人 都把 殺害 撲害 給他沒辦法說話 大家都點點不敢說 就是用這種手段 24萬人 不知道 我們說到這個重點來了 這是三個階段 過去 現在 跟 要來的 現在 美國打敗日本天皇將日本台灣處分 麥克拉斯委託蔣介石元帥 緊記 1號命令 他設了兩個軍事 兩個單位 軍事政府的話是由 台灣警備總部 民政單位是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開始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大概是什麼時候 1949年12月10號 開始流亡的 這個時候 他開始奔那個新聞政 你又不公平和正義了 沒有了 叫吃掉了 然後 中華民國 這個流亡政府 叫美國 把他淘汰掉 1979年 1979年 1月1號開始 他就沒有跟他交往了 因為1978年 年底 鮮博 鮮博 斷交 斷交之後 美國今天跟他 失去的 那個 那個 同盟國的 那個友誼 所以 設定一個 叫做台灣關係法 國際法 政治台灣現在 政敵台灣 我們現在外面看的是 政敵台灣 不是法治台灣 法治台灣是什麼 在所謂 在所謂 台灣自已當局 台灣authority 必須聽命於美國國務院的政治主導 所以我們 可以看到說 他們在選他們的 總統 其實他是局長 台灣自已當局的局長 他要聽老闆 老闆成人 有一個賀電 賀電來啊 你為什麼要去做局長 不然都不用 旁邊就是 我們知道 他要做 空八年那個 總統 2004年選調嘛 馬上邱義 帶一堂人去衝撞 那那個佛羅的 唱得打掉 就是 不得那個 賀電來 就是把那個 當選證書 不得打掉 他就是那個 中 教法都 做這個 我們就知道 他是 什麼都要聽國務院的 美國完全看不到 本土台灣人 發行 國民身分證 這個人是什麼 the people on 台灣 那張新聞前 就是 the people on 台灣 看不到 國政政法 裡面的 發理台灣的現在 那個 未來 我們這場之後 就是走這個地方 經濟什麼 根本法就是 為這裡引用出來 舊金商和平條約 美國軍事政府 USMG 會下的軍政 關軍事 就是美軍 民政的部分 就是我們 台灣民政 有 現在 美國不能說 看不到 本土台灣人 為什麼 我們都有 因為 美國自己製造的 台灣 公民新聞證 這些人 他們的 他們的英文名叫做什麼 the people of 台灣 證明了 美國發了 這些電視媒體 所以 你現在看 警察頭的 很多人 我 在這裡就跟你們說 這些是 美國自己製造的 美國國土安全局 他們做的 新聞證 不是我們自己發行的 請 這些記者選擇 你們發言的時候 請你來 讀書 來上課 不了解 像我們的官方網站 台灣民政府官方網站 公開 歡迎大家去做查詢 報道的 請 我們 加公道 以及 台灣的法例 來 對我們台灣民政府 做 發表 不可以一直跟我們說 那是我們自己發的 不對 那是要說政客的 美國發行 合可 我們才有那個新聞證 一樣 哭 我們從這裡來 不會亂談 他們關係法還是美國國內法 首創特例 為什麼沒有伊拉克關係法 美國在1978年12月1日斷交 1979年4月10日開始施行 追溯到1月1日 當局管理權完全看不到 他是為什麼 迴避 必須處理 中國人的責任 不願意親自佔領 嚴重嚴辱 台灣地位正常化 政治聯誼 所以呢 我們秘書長 林志森先生 林志森博士 在2006年10月24號 跟228位本土台灣人 在美國克林比亞特區 聯邦法院控告美國政府 他不尊重我們 把他們丟在政治獵獄 不願意親自處理 這就告他 人權 台灣出了什麼問題 根據佔領法規定 是最終的處理目標 是把當地主權交給被占領區 人民組成的平民政府 當地的合法政府 但是 美軍把占領權委託給蔣介石原算 造成假的 1945年10月25號的 假的台灣光復事件 一個晚上 占領區人民變成戰勝國的國民 就這樣迷失了 68年 沒收了 明明就 到航啊 鄉鄉變戰勝啊 大家也要做贏 沒做輸的啊 就這樣 傻了 大家都不會錯 由於占領區都是戰勝國國民 所以68年來被占領區裡面 沒有被占領的人民 所以都沒有了 有什麼要申請 你申請美國印座 美國國土安全部 發行的這個電子晶片 臺灣政府身份證 證明你是減領庫的人民 他這裡 這裡有一個晶片 我相信很多人做不出來 做不出來 這個晶片身份證 我們這裡面是這樣 後面 這個 這個晶片是美國國土安全局 他們那邊合法下來 這個晶片跟現在中華民國 他們現在使用力色的晶片 是同一個地方出來 終結本土臺灣人苦難的曙光 看不出來 這都是官方網站都看得到 2011年11月31號 忘年會 發放首期的臺灣公民身份證 9月5號 華盛頓DC9會跟記者會 合發的身份證的內閣人員 臺灣民政府中華內閣人員 均由美國海關公務門進出 並且證實海關驗證刷卡有效使用 今年9月5號 這些參加九會的內閣人 完全親自驗證刷卡都過 然後你有帶臺灣政府身份證的 都OK 那一本綠色就被放一邊了 最主要拿我們這一張 拿我們這一張 直接說 過去 禮遇我們 因為那個是合法證件 如果拿其他那個什麼 任何團體他申請 台灣人身份證 我們11月29號有看到那個 伊甸市有報 台灣人身份證拿去衝撞 衝撞 然後那個開那個假的 那個車牌藍色的去衝撞 他是假的啊 所以美國的授權 讓台灣自己當局去取締 去把他兩台車的脫掉 全部上車 很清楚的 這些影片大家可以去伊甸市去看 一月二九 前幾天發生的事情 日台經營會議 3月13號 大川康夫先生的這個 上品這個 他在會中語帶嚴肅問秘書長 我擔任28年日本國的智慧隊 來過台灣10次左右 發現日本人跟台灣人 都很尊敬李登輝先生 而且現在台灣人要求維持現狀 為什麼你們台灣民政府 要把中華民國整個殘除掉 笑笑 他不瞭解 跟外面一樣 這是感情 這是感情的語言 這不是法理的語言 畢竹長跟他講 這18年來 本土丹人加要求兩件事 第一是公平 第二是正義 中華民國的占領軍 永遠做不到這兩件事 而且上禮拜 就是一天 3月13日開始 算的那個上禮拜 美國跟我們說 一個記憶 就是本土丹人的心情 都叫中華民國做記憶 我們拿到這上面 揭過來 媽媽的部分 爸爸媽媽嘛 媽媽的部分這邊 他有一個刻 刻那個號碼 稍微照一下光 放大鏡看一下 很清楚 他前面開頭 如果是零零開頭 就是他們自己人 我們大概都從零一零二開始到十八 這就是本土丹人 他怎麼為什麼這樣分 跟第一人 你有優惠 為什麼我們去他們的一些福利單位 他要申請補助 他要叫我們拿這張 要拿去看 你本土丹人啊 你沒有這個權利 沒有這個福利 他要看那個號碼就知道了 他不要跟我們說 但是美國跟我們說 為什麼 我們是台灣民進府 合法的政府 他先想要跟我們說 所以他要台東組織 民進黨什麼 台南的 他們都抱怨說為什麼美國 不要跟他做對話 他們是中華民國體系 不用接他 他覺得直接對我們 我們是法治台灣 民主長接著說 你們日本國人不必很高興 心存僥倖 因為你們的苦難和我們一樣 日本國走錯路 大家很多啦 他是加入聯合國的環境 所以他不能接受民主長的話 請留可言 民主長就說 日本天王投降的當時 盟軍害怕 當時大日本帝國再度崛起 就這樣大日本領給我四分五裂 北方四島 這邊是台日本帝國的 聶頭 北方四島 到蘇聯 到哪瓦沖 到聯合國託管 他現在到聯合國 他沒有託管機制 他現在到直接到日本國 所以有那個沖繩返還 我們從電腿出來 我們有看到沖繩返還 那就是在說這件事情 左方的獨島 李明博去 去一個石碑獨島 由韓國 南部的台灣服務魔術 交由張戒祖 日本本島由 民主 盟軍 沖繩 我們的目的就是什麼 以後台日本的國際都 再度崛起 關鍵在這裡 當開始 佔領的時候 美國現在的日本國安排 一百萬的韓國人 左派 在台灣安置兩百萬個中國人 這兩個地方 一百萬和兩百萬的人 各自掌握了各自區域的 政治跟經濟的核心 政治跟經濟 每一個區域都很重要 這是關鍵 所以掌握之後 可以把這些人 用錯誤的訊息 甚至不了解 他就沒辦法 讓大日本帝國 短時間崛起 因為我們知道 第一次世界大戰 德國 戰敗 短時間第二次世界大戰 馬上就起來 才沒幾年而已 所以預防這個事情 事情再度發生 所以必須做這樣的機制 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希特勒 納粹政府 也是這樣被四分五裂 這個講完之後 這位大川康普 中將他聽完之後 你看表情很高興 因為他 開了 開地匯 地匯開了 他人知道 清楚了 本來是晚上 手機開了 開心 新開義節 這個就是這個表 整個 一個台灣兩個政府 戰爭結束的本該 就沒有交集 是兩條平行線 我們台灣民政府 不是要把中國民國接政權 大家切碼要記得 我們是為美國政府那邊 美國軍事政府那邊 接政權 不是第一次接政權 兩條平行線 沒有交集 上頭還是他們 然後 他們就沒有理由 繼續待在台灣 所以他們好改 好改 請回家 我們這裡 要恢復 給當地 合法的 政府 接掌政權 來管理整個台灣 這是建政法 宣戰 軍事政府成立 軍事占領 成立人民政府跟正式政府 到後來結束軍事占領 撤軍 還有正式成為主權國家 這都照建政法的程序 但是這最大的部份 要經過台語本帝國台風帝的同意 這個地劑 包括電話 很清楚 這剛才說過了 這五點 我們再看 就是CS令 五的 這五點 大家懂什麼人要記得 再來 想起原告 Roger CS令 要記得一起原告 林志森博士 秘書長 美國政府唯一支持的是原告 台灣人民請勿上當 台灣民政府 祝你平安 美國司法部跟台灣民政府往來信件 這是美國司法部的英文 他這裡寫 台灣 Civil Government 還有美國在 台灣民政府在美國 華盛頓DC的地址 Dear Mr. Lin 這位卡龍寫 這就是司法部的人簽名 這些文件 都在官方網站證明文件 你只要輸入證明文件 在台灣民政府官方網站 輸入證明文件 就看到這些東西 這是華府辦公室外觀 和內部 譚 好 今天割定到這裡 感謝大家 各位同心請起立 下口困困十分鐘